当日时间14号晚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称 乌方在北顿耶茨克市以及哈尔科夫州遭受了俄军打击 损失惨重 他敦促伙伴国家尽快提供武器装备 泽连斯基当天还说 过去24小时 顿巴斯战况没有重大变化 乌克兰目前缺少现代化防空导弹系统 俄军火箭弹正在避开乌方防空系统的拦截 造成人员伤亡 伙伴国家没有理由不尽早提供乌方需要的武器装备 同一天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 在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透露 乌方目前从西方国家接收到的武器装备数量 仅为西方宣称原乌武器装备总量的10%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援引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声明报道 俄军继续在乌东部地区展开进攻行动 正在加强北顿涅茨克方向的军力 乌通社当天还援引卢干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希尔盖盖代的话报道 俄军仍在猛攻北顿涅茨克时 谢谢大家